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雪猫周周 今天我们来说 2071未来人的预言 据说她的预言都接二连三的发生了 看起来非常准确 大家应该还记得 之前号称也是未来人的KFK 她说她是来自2060年 而今天这位未来人她是一位女性 而且她是有实体的 可以感觉到她这个人非常的活泼 她说自己是来自2071年 和KFK一样的是 她们刚开始都是出现在豆瓣上 未来人就这么喜欢豆瓣吗 和KFK不同的是 KFK说的一些预言都是比较笼统的 要在未来过很久要几十年才能验证的 比如她说 希望2019年的人能记得 上半年是你们最美好的一年 下半年进入的动荡 会是人类未来的常态 或者语言障碍会在2035年之后完全清楚 而2071这位女性未来人说的很具体 能再过一段时间 比如过一个月就能被验证 而且看起来她说的预言 大致方向都是准确的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她究竟都说了哪些预言 在豆瓣上她的账号叫做AI2071 第一次出现在豆瓣上 是在2020年的11月1号 她发布的信息下面有一串看似密码的东西 这个是在回应之前 豆瓣上曾经出现的一个叫做 人眼AI88的人的信息 他说自己是来自2088 寻找从2071年回到1999年的有机AI生化人 下面也是一串密码 他要找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2071未来人 实际上2071就是人眼AI的女儿 第二天2071在豆瓣上开始留下了她的预言 在11月2号她说 Watch 11M 伊朗油库大爆炸 Watch大家都知道就是看观察的意思 11后面的M是什么意思呢 有人认为是11月 M是mouth的意思 但是11月在英文的表达是November 我看到有的人说M是middle 就是11月中旬的意思 那么整句话就是 小心注意11月中旬伊朗油库会发生大爆炸 那11月中旬伊朗油库真的有发生大爆炸吗 根据查询 在11月20号 的确有一条新闻报道 伊朗的石油化工厂发生了大火 造成至少一死四伤 新闻写的是现场冒出滚滚的浓烟 遮蔽了半个天空 发生了大火没有发生爆炸 但是也是一次非常严重的事故 这么看来2071提前说的预言 时间地点国家事故的原因都说的相对准确 但是也有人认为 大爆炸和大火是两码事 而且实际上从2018年以来 伊朗油库爆炸就频繁的发生 因为伊朗遭到了西方国家的严厉制裁 导致它的设备进口受限 炼油设备老化 日久未修 所以会引起众多的安全问题 同样也是在11月2号 2071留下了一条信息 BTW-12M 不要从德搭飞机 特别是法兰克福机场 这个BTW应该是 By the way 顺便说一下的意思 12M的意思大概是12月中旬 2071认为在12月中旬 德国的法兰克福机场应该会发生一些事情 在12月15号 根据加拿大政府网交易报道 12月10日以及12月11日 从法兰克福飞往多伦多的航班上 出现了新冠确诊病例 这样看其实2071说的还挺准确的 时间地点事件甚至是都精确到了飞机上 而反对者的认为 这似乎有一点牵强 西方的疫情换兵人数居高不下 而机场更是疫情交叉感染的高发地段 严格来说 国外的几个大的机场都出现过新冠确诊的案例 不仅仅是法兰克福一个机场 从时间的角度来看 其实到现在也有很多坐飞机从境外输入的案例 不仅仅是12月中旬 接下来在11月6号 207一下子又做出了很多预言 在2020年的12月 很多号码出现25、34这两个数字 有人说这是指彩票的号码 那要说的准吗 在11月10号的澳洲乐透有25和34 11月20号的香港彩票有25和34 11月22号的加拿大乐透有25和34 11月22号的美国俄态俄州的乐透彩票有25和34 11月23号的斯洛伐克乐透彩票也有25和34 有人曾经计算过 这四个国家和地区的彩票 能同时猜中两个数字的几率是 100亿分之3.5 这是个非常惊人的概率 有的人可能会有疑问 前面不是说12月吗 为什么拿11月的彩票数据做对比呢 对于这个问题 207自己是这么说的 他说在这个时间的问题上 他应该说12月底之前 而不是说在12月 所以他自己也挺生气的 不知道是记错了还是怎么样 但是呢 也有人对此抱有不同的看法 认为他的时间说的不对就是不对 11月就是11月 12月就是12月 而且只是说出了这两个数字 没有说一定是彩票的号码 可以是股价 可以是时间 也可以是金额 其实是彩票号码 那也应该是某一个国家的 比如自己的国家的 春秋近200个国家 近千种彩票 用全世界的彩票数据来对比 这似乎不太合理 207还说到 2021年的1月 黄色的金会冲高点 在2020年的11月 到2020年的12月 会上下起初 近期关于黄金确实有则新闻 在2020年的11月27日 包括工行 农行 中行 建行 交行 招行 平安银行 在内的七家银行 相继暂停了 贵金属新客户的开户业务 贵金属包含了黄金 白银 紫黄金 紫白银等等 暂停贵金属交易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受到了全球疫情 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 担心国际国内贵金属价格 会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 所以只允许存量客户交易 不允许有增量 从这个定义上来说 207确实说得很准确 但是对此依然有人提出不同的观点 因为黄金具有避险的功能 盛世古董 乱世黄金 黄金的价格很大的程度 和全球局势有关 黄金的价格和美国总统大选 有一定的关系 美国总统的大选 是在塑造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未来 至少是未来的四年 同时对整个全球经济范围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所以总统选举前的一到二个月 金价都会有相对大的波动 因为选举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在奥巴马上任的时候 就出现过剧烈波动的情况 而2021年的1月 是美国总统大选的关键时期 所以从2020年的11月 开始到2021年的1月份 金价都会有较大的波动 之后207还收了一些预言 但是因为时间还没有到 所以也没有办法验证 但是大家可以把这些先存着看 到了时间再看看对不对 2021年的2月 疫苗会有所突破 4月量产 2021年的3月第一周 全球大涨 这里说的是股市 股票会大涨 207在其他的地方有提高 2021年4月 非洲挖出了新的钻石矿 2021年的5月 有件艺术品又创了拍卖记录 2021年的6月 世界上一款3D的新游戏推出 将会全球大卖 接下来在11月8号 2017又留下了几个信息 下个月印度火车大出轨 并且在后面提到了12月11号 根据新闻查询 在12月的印度 确实发生了一起 车辆的碰撞事件 伯帕尔多尔曾记特快列车的司机 在撞车前提前减速 避免了这场重大火车事故的发生 曾记快车列车的司机在行驶时 看到了一辆装载小货车 滞留在零火车站1号站台 100米处的铁轨上 他迅速地将列车减速 在轨道上 火车将货车拖行了160米才停下来 事故中无人受伤 但火车在抵达目的地的时候 已经晚点了一个小时 时间地点是正确的 但是事故严格来说 不是脱轨是碰撞 还是有点偏差 接下来的预言是 南航电子厂大炸裂 这个在11月30号 南航AKU半导体公司 大连分公司发生了大火 炸裂和大火 不知道算不算一回事 南航和南航的大连分公司 不知道算不算一回事 这个预言算不算准 那大家就见仁见智了 特朗普摔跤的预言没有发生 倒是拜登在11月29号摔了一跤 拜登和狗玩耍的时候滑倒了 滑倒了 受伤后送医检查发现是脚掌的骨头 有轻微的骨裂 接着2071说到 虽然民主党是蓝色的 但是就职大典上 拜夫人搭配红色系配件 这一点想起大家已经知道了 拜登当选了总统 但是在就职典礼上 拜登的夫人穿的是蓝色的衣服 不是红色系 在2020年的11月25号 他在一个视频中预言说 在不久的未来将会有一名 世界性的名人过世 送战争队伍将会拉得很长 后来有人认为他说的是 因为全世界每天死亡的人数 就有十几万 截止我在做视频的这个时间 通过数据查询得知 今天就有11.9万人死亡了 因为名人自带光环 一旦网声肯定会被媒体大肆报道 而且2071说不久的未来 这个时间段也无法定义 三个月 六个月 九个月 还是一年 算是不久的将来呢 2071自称为生化人 他并不特殊 而是增加了量子系统的健康人类 就像我们现在要佩戴眼镜 让视力变得更好 但是我们也不会把 佩戴眼镜的人叫做生化人 他说未来的人 戴的是具有生化性质 可以和身体合一的影视眼镜 以上就是2071曾经做过的一些预言 你认为他说的准吗 是真的未来人预言 还是只是掌握了某种规律 而推导出来的结果呢 对于未来人2071 你有什么想法吗 你认为他真的是从2071年 穿越过来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